大家好,我是JY 最近投資詐騙很猖狂 個人是沒有成立任何的LINE群組 及Telegram群組 如果有出現,絕對就是詐騙 請大家不要受騙,謝謝 現在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是聊 今年熱門的產業公司 高成長也是高獲利 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星星 公司簡介 星星全名為星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0年 資本而是47.5億 是台灣一家以印刷電路板 PCB製造起家的電子公司 主要透過合併多家印刷電路板 生產廠商的方式擴充市戰略 在2009年合併全貌後 曾一度躍升為世界第一的印刷電路板公司 現今也位居世界排名前五名 營收比重 ICG版 63% HDI版 占21% PCB占12% 軟版占3% 產品應用比重 ICG版 占63% 消費性電子產品及其他 占15% 電腦和筆記型電腦占16% 通信占6% 獲利人力 從1998年上市至今23年 每一年都是賺錢的 獲利最差的年度是在2016年 EPS是只有0.01元 在2013年到2017年是新興的谷底 獲利EPS是都不到1元 但谷底總是會過的 其後獲利是逐年成長 到了去年2021年 EPS是8.98元 創下歷史的新高 也推升今年的股價來到歷史的新高 261元 主要是5G、AI等應用快速成長 ICG載版近年來呈現供不應求 智慧型手機、椅墊及平板 直受到疫情影響 需求旺盛 去年的營業收入是1046億 是首度突破了千億營收 營業毛利是237億 成長85% 營業利益是132億 成長228% 稅後淨利是132億 成長141% 以上都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表現是相當亮眼 今年2022年 第一季也是維持高檔的表現 營業收入是307億 成長41% 營業毛利是99.2億 成長162% 營業利益是71.9億 成長482% 稅後淨利是56.7億 成長159% EPS是3.85元 以上都是創下同期歷史的新高 三例的部分 從2017年以後 是逐年成長 到了2021年 毛利率是上升到22.63% 營業利益是12.6% 稅後淨利率是12.93% 都是創下近期的新高 各季度的三率 從2021年的第2季以後 也是逐季的攀高 今年2022年第1季的三率 毛利率是32.31% 營業利率是23.41% 稅後淨利率是19.17% 都是同期歷史的新高 也使得新興第1季的獲利 能如此亮眼 負債比例 新興的負債比例是60% 標準是要第50%以下 從DG的台報上來看 負債可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分別是借款 應付賬款 其他負債 借款有 短期借款 69.5億 佔4% 長期借款 147.1億 佔10% 這個是新興各項資本預算 及設備採購 所需要的金額 除了自有資金以外 也是向銀行 融資借款 另外應付賬款是 117.4億 佔6% 其他應付賬款是 176.1億 佔10% 這個主要是購買原物料的 賬款 及應付設備款 支付員工薪資及獎金 以及董事酬勞 其他負債主要是 其他非流動負債 365.2億 佔20% 裡面有合約負債 租銀負債 應付代付 限設款 竟確定 福利負債 其中合約負債佔比最大 是328.7億 這個會計項目在早期的名稱叫做 預收款項 近幾年才改為合約負債 主要是為了跟國際會計準則 IFUS 接軌 合約負債就是企業 向客戶收起 價金 但常在的方式 並非還錢 而是在特定的期間內提供特定等價的 商品或勞物給客戶 因此可視為在手的訂單 更可以看作是營收的領先指標 這個就是屬於好債 可以知道 新興的負債比例有20%以上都是由好債所組成 所以可以不必擔心它的高負債 鼓勵政策 連續25年配發鼓勵 發出33.28元 發出28次鼓勵 合計發出36.3元 上市以後是至少連續配發鼓勵 0.3元以上 從2017年以後 鼓勵是逐年的成長 到了今年是配發現金鼓勵 3.4元 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就年的當年度填習機率是100% 是相當不錯 以5月13日收盤價215元計算 殖利率是1.6% 這個部分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了 展望未來 IC載版載業從去年是迎來了榮景 尤其是ABF載版供不應求 今年的獲利EPS是持續飆高 4月的單業營收是111.6億 成長41.8% 前4個月累計營業收入是418.7億 成長41% 以上都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星星在今年合併續得後 前景展望是持續樂觀 產能預計是已經排到了2027年了 市場上是普遍認為 今年的營收獲利 是會比去年成長 會持續創下新高 而會成長到多少呢? 根據星星的說法 一年增加100億資本支出 如果設備如期到位 全數買進來的話 約可以增加50到60億的營收 這個會是一個參考值 星星今年的資本支出是約 435億 也就是今年的營收可以增加200億到240億之間 整年的營收大約就是1225億到1300億 大約是成長20% 以這個水準推估EPS 大約就是10.8元 而外資也紛紛調高它的目標價 至於會不會達標呢? 我們就平常心看待 今年股市就是受到 二屋戰爭、疫情、通膨及升息的因素 市場上現在目前已經出現了一波修正 高成長、高本一筆的公司 會不會像去年大多頭一樣 受市場青睞呢? 未來的事是沒有人說得準的 而我們能做的就是 找尋積極低、獲利穩定、有鼓勵保護的好公司 這些在會員的社群都有公佈 加入會員社群有 影片製作票選 及個人持股 以及好公司分享 感謝會員社群長期的支持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